蔡英文抛 要谁退还是要合作 强调从不确战 我倒是从来没有确战的记录了 民进党总统出选协调期限 将在12号截止 但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 双方将持不下 蔡赖两人把号无预警会面 但双方人无共事 交传蔡英文在赖官方账号 以2014年及2018年两次大选 皆保障连任者 按指引现任优先 但赖清德坚持走完初选程序 双方又见面无交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传统 第一 你讲的刚才讲的 昨天都没有提到 但总统否认又谈到现任优先 我是现任的总统 民进党是执政党 不是在野党 那么执政党如何处理总统提名 一定会影响国政 一定会影响政府的运作 也会影响政策的实施 我们必须以团结为目标 第二我们要寻求胜选最大的可能性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延续 我们执政的理念 我们面对的这一局 确实不是个人使命感的问题 而是这一局 它会牵动民进党的未来 也会牵动台湾国家的未来 重点是谁赢了初选 重点不再是谁赢了初选 重点在于我们要怎么打赢大选 陈英文可以跟任何人合作 那赖清院长也做过我的行政院长 那还是做得最久的一位 那我一直相信民进党只有合作 才能够成就大局 我们还是让协调小组 我刚才讲的 我希望党能够有最大的空间跟弹性 让协调小组去协出一个 最合适的一个胜选的组合 政策中心台北报导 中午吃我一颗苹果 苹果新闻网免费订阅